防疫旅館外工作人員 全套裝備將旅客用過廢棄物 回收清理 旅館趕快提前作業 因為接下來兩天 就是春節返台潮 入境旅客排隊抵達桃園機場 地毯消毒 全程不能馬虎 指揮中心公布最新數據 1月12長城航班 陽性率5.58% 1月13高達7.78% 接下來1月14跟1月15 還有約8100人要入境 推估確診數可能破百例 醫療量能恐怕越來越吃緊 量能不足以應付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 真的有些親自的人就不要受了 就是從南部調人上來 這個就是要用全國的力量 來應付這個春節這一波的疫情 醫界也擔憂 醫院病床跟人力都會不足 因為接下來將近万人押禁 落地採羊就送醫 目前台北區負壓隔離病房 還有新冠肺炎專責病房 總計1171床 目前已收治504人 症床率高達43% 如果現在全部都塞往北部的醫院 北部醫院的醫療量一定會不足 這時候會壓縮到可能其他 因為其他疾病而需要住院的一些族群 也會增在院內感染的風險 高風險的 假如說是年紀大 有許多的慢性疾病 這時候才去送去醫院 如果是一些比較年輕族群的 或者是小朋友還有帶可以觀察的 這些不妨就直接送去集中檢疫所 醫師建議重啟集中檢疫所 下一步就得思考輕症重症如何分流 才不會壓垮醫療量能 三菱希望你照著阿薛 台北報導